學校那邊有沒有造成還採笑 譬如說現在這樣子針對老師 那其他老師有出來幫他講話 或是都覺得不可能會表達人家嗎 學校就賴清德下達這樣子的指示 我覺得是 如果昨天某家報紙的報導沒有錯的話 記者要去訪問這個鐵木老師 有三個老師叫他趕快走 還阻擋記者的訪問 各位這樣會沒有含殘效率嗎 鐵木老師已經不敢出來講話了 還有三個老師要去阻擋他 請問以後花蓮還有哪個老師 看到了有不公不義的事情 或者有不當的事情 敢出來講話 敢把事情的真相介入 我想從昨天某家媒體的報導的內容來看 其實已經不僅是所謂的含殘效益 根本就已經是 用所謂的一個行政權力去要求老師 你就是不准在講話 這是去年我覺得我看到了顧縣長的對這種 因為他把教育當作一個最廉價能夠博得形象 獲得這種支持度的一個最廉價的做法 我看到了就有兩次 一次是花蓮縣的中小學十幾種部本 全部都有副縣長跟那個孩子的合照 所以當時被整個輿論嘲笑抨擊 甚至有枯手板把它弄成金正恩的各種版本都有 我剛才就是在講說我們的花蓮縣教育處對這樣子践踏教育專業的事情 一句話都不敢講 結果你現在這樣子窮追猛黨一個老師 這已經不是任一個教育局處的首長 剛才講的那個聯絡部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花蓮縣在辦那個應該是今年還是去年 在辦中小學校長會議的時候 那個背景就是副縣長的一個全身的那種沙龍罩 到底是在辦教育還是在辦個人公關形象 我是覺得他很明顯就是在把這種教育施政當作自己 提升自己支持度的一個很廉價的一個工具 我覺得應該嚴厲去譴責這樣子的行為 他就去好好去做好 他政治上的這種工作 包括經費的合理的分配以及使用 不應該把這個手伸到教育領域裡面去 這個嚴重侵害教育的主體性跟專業性 那我自己個人對花蓮縣教育處 這幾個事情的表現 我覺得非常沒有辦法忍受 完全沒有辦法捍衛教育專業尊嚴 也不站在教育人員這一邊 當媒體在批評副分級造神的時候 他是去幫副分級原廠去講話說我們是統一印製比較便宜 沒有人叫他不要統一印製啊 但是請問你有哪個縣是這樣子幹的 把縣長的預兆放在那個直接放在學生的部分上面 威權統治時代也沒有這樣子 花蓮王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認為花蓮縣教育處處長 現在這一個不知道跟之前不一樣 我覺得這兩個假設是不一樣的處長都已經是不適任了 到現在就是剛才理事長跟白先生所講的 整件事情沒有就只有看到縣政府下達指示 然後是用陣風處 請問你教育處跑去哪裡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 那難道不用檢討嗎 就是說白菜還沒有吃就是這樣子的菜量 那不是一個警訊嗎 為什麼不能用正面的角度去看 把這個老師的這樣子的 用這樣的方式公諸於是 當作是一個正面的人 有可能他背後真的有問題 那就算他舉報可能有問題 可能不死 也要去釐清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是不是菜被誰拿走 怎麼樣這個過程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現在關鍵根本就不是他 已經被記過了沒有 是整個過程我覺得對 整個花蓮已經是很保守的這樣子的教育 又氛圍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孩子也在看 所以應該趕快去組一個調查小組 去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在調查這個真相沒有出來以前 我覺得應該這個記過應該立即撤銷 然後我覺得應該讓這個鐵木老師 自己親自出來跟媒體講 不要再阻擋他跟媒體接觸 我們也鼓勵他把他所看到的狀況 能夠完整的表達出來 因為孩子也都在看 這件事情不能這樣子 不明不白就突然到最後就是 Ending就結束了 那真的就變成羅生門了 好 謝謝 好 請問各位還有沒有要進一步詢問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那也要需要帶特別詢問的就請到前面 謝謝